今天这个屋主呢 其实是我之前的屋主介绍来的 然后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那也因为前面的案子完成得很完美 所以屋主呢才又介绍好友来找我们 然后其实我非常感谢就是 就是这种美好的缘分 那今天这个案子呢 其实是这个地区的指标性豪宅 然后也因为是全毛胚 所以其实他在规划做退休宅 你想要的一些生活方式 其实他是很好被塑造的 那也因为这个案子的可塑性很强 也代表说其实他的平面的布局 跟动线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跟屋主对谈 这一个平面的布局规划的时候 其实必须去把他未来的生活动线 想得非常清楚 那我也很谢谢屋主呢 其实除了他非常了解 他自己的生活之外 他也分享了他一些生活的细节 跟他想要怎么去规划他的动线 然后让我们彼此有一些火花 那今天呢张欣就要带大家来看 美感与实用兼具的美好住宅 每次看到张欣呢就跟看到老朋友一样 因为张欣是一个非常细心 而且很会说故事的设计师 所以当然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要问一下啦 今天男女屋主他们是什么星座的 今天的男屋主是摩羯 然后女屋主是天秤座 摩羯座感觉就是比较务实 然后实事求是 然后天秤座就是很开心很欢乐 对 我们跟他整个就是设计到工程 到最后的这个家世呢 整个下来就是 大概我们每一个区间所负责的人跟他聊 都是很快乐的状态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跟他聊天 其实蛮欢乐是因为 他会用一种 跟你说我可能喜欢这个 然后我喜欢做什么 我的兴趣是什么 好像在聊天跟朋友聊天一样 然后他把在这个聊天当中 把他自己的喜欢跟喜好告诉你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我可以怎么样去想象他的空间 而且张欣还说 因为他常常打电话给女屋主 女屋主都会说 我现在在喝下午茶 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自己的私人行程 很多很会玩乐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他有时候会去擦花啦 或者是可能会去泡汤啦 那因为之前 疫情前他很常出国去旅行 去旅游嘛 然后他也会买很多的这些 艺术品回来啊 然后他就会希望在家里 可以把它展示出来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他提到他很喜欢像这种 蓝色的色系 因为甜品座 其实他是很重视觉的 就是美好跟舒服度 然后你又要把蓝色放进来 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我们就用灰色 来做一个空间的基底 然后再把他所喜欢的 这些蓝色的物件 放进空间中 比如说他的摆饰品就有蓝色啊 或者一些家具的点缀 然后包含瓷砖的点缀 用蓝色来布满整个空间 OK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欢乐的 女巫主的需求 那男巫主的需求有什么吗 男巫主的话他其实 因为他职业是医生 所以他在生活上面呢 其实他会 尤其是摩羯 其实他蛮严谨的 对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他很忠实健康嘛 然后也很重视就是运动 所以他对健身这件事情很重视 然后包含就是说 他可能跟女巫主之间的 这些生活作息不一样 我应该要怎么去规划空间 哇这个听起来 真的是还蛮有难度的 但是张欣都还是完成了 对不对 然后呢因为张欣说 这个这一栋住宅 它是全毛胚嘛 对 所以呢所以可以百分之百的 完全的依照 巫主的喜好来做设计 那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有讲说呢 这个空间整个感觉是 非常的干净的 因为他放一些 他们的这个艺术品嘛 对 所以说呢你就把收纳 全部藏在一镜门的玄关空间 对其实女巫主算是我 见过的屋主里面 他很会收纳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段收纳 怎么收也谈到蛮多 然后为了让就是工具的视觉 保持干净 所以我们玄关的部分呢 除了一镜门一定会有鞋柜的收纳 然后呢还会有那个 walk in的那种储物间 你可能放行李箱稍微大件 那我们适度留刚好大小就好了 因为为什么你留大就很容易 把东西塞到满 或者是变得很乱 或者你很难找东西 对 对其实女巫主就非常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说 要做一整排 比较长的壁橱的设计 大概在45到5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它包含里面的格式 比如说这个层板要多高 这一格的层板要多高 其实他都想好他要怎么收 这么厉害 因为这种收纳是萤幕了 你只要两片门一打开 所有东西其实你都是显而易见的 也很方便就是说 当你作为一个退休宅的时候 其实家里一定还是很多收纳物件 那我们常常会记不得东西在哪里 所以收纳这件事情 其实简单明了很重要 那包含呢 其实在客厕跟客房的部分呢 其实它也在玄关的这一块空间里 所以我把它设置了两道门 等于是说你可以选择性的 去开关这些门 然后让有时候 它是整个套房的概念 那有时候是让客人独立使用 那一个卫浴的概念 所以就是一个很弹性的空间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发现张欣 因为平常你的这个柜体 通常就是全部都白的 要不然就是全部都是灰色 反正就是同一个色系就对了 但是我发现这支玄关 你用两个不同的色系来做柜体 为什么 其实屋主很重收纳 那我们知道说 收纳其实它会有很多的门片去形成 那如果说它单一个颜色 或者可能是白色柜体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它的收纳的味道它太过沉重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玄关的色系呢 所有的柜体它看起来像是墙壁一样 把它气成灰色 我只有拉了几个重要的门跟框 让它是白色 你就会觉得还是每次的舒服度在 大门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玄关 美美的端井 对 其实这样子其实就够了 所以等于是张欣把所有的收纳 都隐藏到了这个玄关的空间 那么客厅的整个开放的空间 就是非常的干净而且很清爽 有一点点不像我们一般在台湾看到那种客厅的感觉 因为我没有看到电视啊 我觉得其实跟这个屋主聊天很好 是因为它其实真的思考很清楚说 它再来的生活格局希望是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组合排列去讨论这一块 而不是说赶着急着赶快 我要设计图画赶快动 这个电视我们真的讨论了很久 因为其实它有拍现在它住的地方 可能我们都会有一台大电视 可是它事实上说 我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机会真的不多 那他们又希望说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电视 可是他心里想说 可是如果这边有电视的话 那我希望客厅的时候也可以看 这个来来回回的时候呢 就决定说在客厅跟餐厅中间的这道墙 其实放了一台电视 你是说这个后面是电视吗 它看起来像一幅画嘛 它其实是电视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 电视刚好又挂在进门口的地方 又不好看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 就是被遮蔽起来又是好看的 所以就是决定做了一个电动装置 在这边 就是你想看电视的时候 你马上按了遥控器才可以打开 对 我真的觉得今天整个空间 它不太像是一般的家 很像是那种欧洲饭店 一进去可能旁边有个交易厅 就像这边 因为通常一般人的餐厨区 可能它就是一个 一字形 连着中岛嘛 对不对 可是今天的餐厨区却没有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餐桌 就是很活泼 然后跳脱以往的制式化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说 就算他们每天在家里吃饭 但是都感觉像是在一个很舒服的 小饭店里面 吃饭的感觉很舒服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在 讲这个色系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它喜欢的颜色 是比较顺的颜色要优雅 那因为我们把它的蓝 其实很适度的就放在这个蓝砖里 然后那时候蓝砖挑的时候 也不是让它那么蓝 它有点像是你平常 张欣雯很喜欢画那个水彩 画的那种晕染的那种蓝 对不对 所以就是整个视觉 它淡淡的 但是很耐看 刚才节目的一开始 张欣有说到说 男屋主呢 他唯一就是想要一个健身房 在家里面要有健身房 但一般的住家里面有健身房 是不是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觉得其实是隔音 因为健身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我们一般去健身房 它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厚的地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有注意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健身房的器材很多 到底你要选择哪一些 你不可能整个都搬进来吗 那像他先生很重要的就是跑步机 所以就是他跑步机的摆向 可能是面向的窗外这边的感觉 是跑 然后正前方又还有一个电视 所以他可以边跑 看外面的阳光 然后看看电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那时候我们有聊这件事情 就是腰带还蛮起劲的 就是 因为张鑫最新也是迷上了 这个疯狂的健身 因为整个人都瘦一圈 有人都私讯我说 天啊张鑫 你怎么又变瘦 总监又变瘦了耶 对我来说真的是个压力 因为大家都会说 留言就说 设计师你又瘦了 然后我心想说 我绝对不能再变胖了 现在看到胖的都是他以前录的 对 所以男人屋主还有需要什么吗 那其实我们聊到最后就是 先生会希望他会做一些 引体向上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想说 我可能要在墙面固定或天画固定 后来其实就用一个斑钢式的方式 让他去做这个引体向上的动作 然后我们也在墙壁上呢 做了一些铁剑的架子 那他就可以去拉那个弹力绳 去做那种核心的运动 所以你看身为一个设计师 除了这个设计图要绘画 运动也要懂耶 对不对 万一所以有人说 我家也要做健身房 什么是健身房 什么就看 就是完全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设计师也是蛮不简单的 但是我还发现他的健身房 它有两个门片 然后是另外一边 是通往男屋主的卧房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 他的动线非常的顺畅 我个人很喜欢 对 因为其实我们当初 在思考到这个的时候 就是说万一他在健身的时候 有客人来 外面有人在活动的时候 你拉门关起来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健身房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健身的时候 完了又全身四汗 我又不想要走出来 对 等于是他直接有一个门 就开到男主卧的空间 直接就去淋浴房冲凉 对 其实他是一个很方便的动线 然后包含就是 因为男主人的职业关系 他其实是需要一直去阅读跟收集 很多的医学资讯 所以在角落 我们又帮他设置一个 稍微有一点深圣木头色的味道 让他能够很安静的 很安定的在那边可以阅读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主卧房 还蛮有玄机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夫妻 感情很好 因为你刚才跟我讲 但是他们又需要 有各自各自的空间 对 希望是不被打扰的 因为男屋主是医生 他可能会活动到比较晚 所以其实从这边 不要从健身房 从这边进去打开一个门片 是通往两个不同的空间 一个是男屋主的卧室 然后另外一边是女屋主的卧室 然后再在里面右边 它又是女屋主的一个更衣间 对 其实我们当时在考虑 这些动线的时候 其实真的思考很多 我们希望它独立 然后又要能够串联 对 所以就是我们用一个防门镜 双主卧的概念来看齐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 右边其实就是女主卧的更衣间 女主人很喜欢就是 视觉上的干净度 天秤座 对 所以就是说 她更衣间其实都是保留 有门片的方式去做 等于是说男主人 把拉门一打开 看到那个更衣间 其实就是她的端竞 很漂亮 你又可以从外面看到 很漂亮的光线进来 然后女主人很喜欢买 那个什么 无印良品的盒子 所以她其实那些格抽 都是按照这些盒子的方式 去做她的格式跟尺度 然后再接着往里面走 就是女主人的主卧室 主卧室我觉得很棒 很舒服 然后我还发现 因为张欣平常的卧榻 通常在主卧房的卧榻 应该都会在窗边 但是你这一次设计的是 在这个主卧的卫浴的旁边 为什么 其实卧榻摆在这边 也是跟屋主讨论多点 因为她其实真的非常了解 她自己的生活 她有讲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 她在家里的时候 先生可能在工作 那她其实很多的时间 会待在主卧的空间 那她可能会看剧 会吃东西 她都会在这个卧榻 那往左到厕所的空间 其实很近 然后往这个方向看电视 她也很直接 然后包含就是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她不是有一个平台吗 对 那边也有收纳 然后我们就把化妆桌 其实是放在 同一个平台的角落 所以她空间使用起来 视觉很干净 可是你回到使用面 就是完全是 符合她的生活 对啊 而且你看她如果 一个人在里面 她就只要开一台冷气就好 她也不用开太多台 这样很省电 对不对 对 然后她往那边 如果走到浴室的话 两步就到了 所以她整个就是 完全都是已经先算好了 对 而且在浴室里面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马桶都会比较靠内摆 对耶 对 然后其实她很坚持 是马桶要在门口 为什么 走两步就到了 对 其实很快 你等于是很快就能使用 那反而是淋浴房 因为你一天大概冲一次凉 她是在最里面 对 所以其实她这些的生活逻辑 讨论好以后 现在完全是符合她想要 而且洗完澡我们就会扫头发 要脱干净 我们还讨论了一个就是 你只要门打开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她刚好又巧妙地挡住马桶 然后在她的那个就是洗手台面 她也一个L型的转弯 转脚要放 比如说电动压刷这些 她都罗裂好了 视觉就是很干净 但却又很实用 我觉得设计师 室内空间设计师是一个 很好玩的职业 因为你会听到每一个人 不同的生活需求跟习惯 是真的是很有趣 那因为张欣你有一个 这个风格时钟 那今天整个空间是几点钟呢 其实它是三点加七点 三点加七点 好特别喔 通常是什么 一点到两点 什么到三点 今天是三点加七点 为什么 因为三的话 它是我们张欣的 基础美式的风格 其实在这个空间里 它带了一点古典感 那古典我是把它放在七点 所以就是三加七 那其实这个风格 时钟的产生 其实就是我们 方便为了跟团队之间的沟通 然后包含就是跟屋主 之间的风格辩论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纯粹的美式 可能在美式里面 他想要加一些现代 加一些古典 然后它会有一个 比较干净的罗裂 那我觉得其实 它的产生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 就是身为你的屋主 是很幸福的 如果今天我是你的屋主 我会觉得 哇 真的很感动 因为你所有的细节 然后动线 跟我所要的需求 你们的整个团队 都帮我做到了 而且整个空间 都非常的漂亮 但是除了漂亮之外 张欣的空间 也都非常的实用 想欣赏更多 张欣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 网站搜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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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